Hello, 各位, Kevin 未看過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四部曲 Clash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幫我分享出去 這條影片都是即拍即剪 可以盡量給大家一些資訊 現時情況是怎樣 今天就來和老婆買豆腐花 在這個Denison Center 同時我往外拍的時候 看到很多人在外面排隊 那我轉個畫面給大家看 那我昨天接老婆下班的時候 都已經聽聞說 太古已經是限制那些人進店 那今天就剛才我拍車 就變成出人排隊 可能現在開始都限制那些人進去 那我之前也有聽過消息說 Yuck的市政府呢 就會限制那些人進去那間店 但是想不到那間店都是限制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人排隊 那我後面那邊在排隊 進去這個class 帶大家去看一下 那我因為都要幫老婆買豆腐花 所以進去看看什麼環境 我現在進來了 那人其實都不太多 就可能他們控制住那些人 那其實進來之後呢 真的人很少 應該他們限制住 人數進去那裡 那這裡呢 那些人在排隊這邊進去 那只有兩個門口 現在暫時就是這個門口 可以進去 這個門口出來 就不可以進去的 那進去之外可以那邊的 那昨天呢 我就在泰谷接老婆收工的時候呢 那我有幾個做招招的哥哥 就告訴我 就現在 泰谷都是限制那些人流進去店 他就跟我說 限制最多五個人進去店裡 那都聽過 有幾間店已經吃了報票了 所以我相信現在 Yuck的市政府 是非常之嚴謹 非常之嚴謹去執行這個 引流的數字 所以今天看到這裡 有排隊進去 那就是相信他們已經在做事了 那其實我不知道 除了這裡 除了泰谷聽到 不知道其他地方 是不是同樣的情況呢 如果是有朋友 是去到其他的地方 就是說會排隊進去MORE 或者是要排隊去某些地方 不妨給我一個留言 是否其他地方都是這樣 那我認識過泰谷的食招哥哥 告訴你 其實現在開始泰谷 是不可以在MORE裡面吃東西 喝東西的 都不可以拿著那杯 都不可以在飲館插著 或者拿著東西吃的 總而言之就是違反 所以他們限制著 那些人不可以在裡面吃東西 和喝東西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泰谷 要注意不要去買珠珠奶茶 一邊喝 一邊走 一邊拿著 那現在要去泰谷買些東西 拍一些給大家看 現在泰谷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去泰谷 現在進來泰谷 發現沒有人限制 或者要排隊入 MORE 那我們就周圍看看 有沒有限制人進去店頭 那現在進來民族邨看看 有沒有人拿著A 吃啊 喝東西啊 不過都蠻冷清的 那暫時沒有看到有人拿著 吃或者喝東西 為了 你們多隔下 吃了一塊圈 就不見了 那些人都蠻乖的 那可能他們都不是我想乖的 其實有很多蝶蝶哥哥 就會管著他們 就是在泰谷就是簡單 就是看一下有沒有 限制人進去 或者要提他 那其實現在人流又不是算多 那見到很多店舖其實都 某幾間都不會超過五個人 那有些就多過了 希望可以分享到這些資訊給大家 我其實就很快買點東西就走了 那我順便拍一些給大家看 那影片到這個位置 記得Like和Share 記得Subscribe Bye